上周市场表现,上周上正总值下跌1.47%,护身300指数下跌2.71%,中小板指数下跌0.33%,创业板指数上涨3.68%, 同期通信行业深浪上涨2.64%,涨幅大于中小板指数,通信行业各自板块中,通信设备上涨2.81%,通信运营上涨1.58%,从行业横向比较来看,涨幅前五位的行业为计算机、国防军工、电子、通信、纺织服装,其中计算机的涨幅为6.99%,通信行业位置第四位, 从个股来看,上周涨幅前五名的公司为帮逊技术,深周信息、高宏股份、天元狄科、光环新网,涨幅分别为35.25%,31.36%,17.98%,14.37%,3.55% 涨幅前五名的公司为石打集团,金亚科技、春庆金工、中兴通讯、大副科技,涨幅分别为27.13%,26.05%,25.64%,13.02%,10.78% 估值方面,截至本周,通信行业市盈率,TTM为32.64x,通信运营,通信设备市盈率分别为94,15x,27.79x,市盈率位置TMP行业中第二位,行业重要新闻, 5G标准第二版本启动,高通推动5GNR商用成为现实,中国电信发布5G技术白皮书,优选SA方案实现5G网络演进,中国移动发布9亿元GPLN精彩大单,华文、烽火、诺基亚三加入文,连同与华为达成5G战略合作协议,以网络加应用家行业融合创新驱动5G大发展,中国移动发布5G终端产品之一, 推进了5G终端产业的创新与成熟,NBIOT产业迎来爆发,2018年将超5000万连接,中国移动公布2018、2019年撤入光烂集采结果,亨通、烽火、常飞等其家企业中标,中国联通携手新扬,英尘网易,三土科技众爆发布全球首个面向5GClub的智慧景区商用部署方案,本周投资建议, 本周中国电信发布5G技术白皮书,优选SA方案实现5G网络演进,连同与华为达成5G战略合作协议,以网络加应用家行业融合创新驱动5G大发展,中国移动发布5G终端产品之一,推进了5G终端产业的创新与成熟。 6月27日,公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,正式公告同意武汉油电科学研究院有限,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,实施联合重组。 两家公司并入新成立中国信科技集团,推荐关注刘科院下属的两个标的公司烽火通信、光讯科技,同时关注光模块龙头中继市场,业绩高增长,统一通信市场龙头厂商联络网络。 风险提示,5G产业化进展不及预期,运营商资本开支下滑。